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試過這樣全素顏出場 現在有點不自在 而且藍色頭髮和素顏好像不配合 我們快點開始這條影片吧 今天就想跟大家拍一條久違了很久的粉底測試片 因為一直戴口罩的緣故 今年都沒有買過什麼專櫃粉底 直到最近我就入手了CHANEL他們新出的粉底 我也是被很多不同的廣告吸引了 腦波力太弱就買了 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它的妝效 它一天下來的表現是怎樣的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 今年CHANEL他們新出粉底的感受 就繼續看下去 我跟大家一起開箱一下 其實我都沒開過 打開的時候 是不是很像買銀包和小皮具一樣呢 裡面是很精緻的貼紙和雪梨紙 然後打開它 是不是很豐富的樣子 其實我只買了兩樣東西 首先就是今天測試的主角 是一個自然高光素顏粉底的 這個就是550元 有30ml 然後BA就跟我說了 如果你買多一件東西 我就會有一個GIFT SET送給你了 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相片 或者香水或者護膚品 那我就耳朵完 就買了 就是今年他們新出的唇釉 這個一會兒都可以試給大家看看 Anyway 我們今天的粉底正式開始測試了 它的包裝是一個亮面的玻璃瓶 然後打開出來 就是有一個泵頭在這裡 給大家看它的質地 是非常之水的 有一點點像那些 啫喱粉底的狀態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的手是比我的臉更黑 所以這個粉底對我的手來說 都好像是太白的 延伸力很好 我用了一點點的份量 一直拉下去 手臂也有的 給大家近距離看看我的皮膚 其實我的毛孔問題就不算很嚴重 會有微絲血管 然後這邊就可以測試它的遮瑕度 因為前兩天是被油彈傷的 我兩邊都會用不同工具去上 看看妝效有沒有分別 左邊面就會用Sigma的F80掃 然後右邊面這個是Juno的美妝蛋 我就在這裡點一點 在額頭這些位置 其實你上妝的時候 就會聞到很大股 Chanel他們那股化妝品的味 喜歡不喜歡就見仁見智了 我覺得 是濃烈的 我覺得它那股眉 就不是那些淡淡清香的感覺 現在我左邊面就是上了一層粉底的效果 你看到其實它都做到均勻膚色 還有bright-up的感覺 還有黑眼圈遮到三成左右 我現在就用美妝打上這半邊 我就是用拍的形式去上這面的粉底 我現在右邊面就用美妝蛋上完那一層粉底 整體來說 其實分別你有距離去看不大 是會覺得 可能掃這邊的光澤感就沒有美妝蛋那邊那麼強烈 但是遮瑕度方面我覺得差不多 我現在拉近給大家看看 你會見到粉底是非常貼服 完全沒有浮粉的問題 我又不覺得它有特別修飾毛孔的功效 跟剛才的感覺差不多 均勻膚色的情況其實改善了很多 你看到黑眼圈依然健在 還有很多都是要用遮瑕膏去遮的 然後這個印就遮了大約兩成左右 但本身也比較深的 它又不會卡鼻翼 也會改善到鼻翼的紅色的位置 我現在覺得這個粉底很漂亮 就有點像第二層皮膚的感覺 而且我挺喜歡它現在的光澤感 它是偏自然不會很強的奶油肌 好像一種原本是皮膚散發出來的光澤感 是很健康的感覺 我自己就挺喜歡的 太久沒有拍測試片 忘了跟大家說過黏手的程度 它不算完全清爽 但你不會覺得很焗促很黏粒的 在臉上的感覺也是很輕盈的 我給大家看一隻手就知道了 剛才推開了粉底 你看到它已經開始變得雅致了 沒有剛才那麼亮 而且完全不黏粒 會變回清爽一點 我現在就欠嘴了 跟大家試試Chanel新出的唇釉 這個系列 我買的色號就是74號色 是一個比較秋冬的顏色 你會看到偏走紅 一點點紫紅色的感覺 如果你是混合出來 就沒有那麼深色的 不用擔心會不會很成熟 很腦漬的感覺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果汁顏色 我想說這隻顏色超級無遜白 在我身上應該最能感受到的了 我完全整個人明顯了 它的質地是有一層薄膜在上面 但不會阻礙我 不會令到那種存在感 覺得不舒服 不會黏在很清爽 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它是偏霧面 但有少少微光澤 完全不顯純紋 絕對不會乾 現在呢 我都塗了不夠五分鐘 你會看到它已經 只有好笑好笑 在中間這裡可能濕潤的位置 才會掉色 在手上 所以現在戴口罩 基本上我可能過多十分鐘左右 我已經很安心地戴口罩 都不會黏在口罩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反而又很喜歡 很開心 買的這兩樣東西 我自己都覺得滿意的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十點 今天應該會測試到八小時左右 應該沒問題的 一會兒不同的時段和大家更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知道有什麼鎮品 我就順便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全部都是相片的東西 有一個底層 然後呢 有一支香水的相片 之後有個眼唇卸妝液 然後呢 有一套三個的 我猜是霜霜 那些之類 之後就有兩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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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再有多一支防曬的 就是這麼多 我就是為了這一堆的 的 的 就買多一點唇膏 是不是真的很容易欺騙呢 我都覺得是的 我怕一會兒補充的時候 忘記說 現在先說了 它的防曬系數就有SPF25PA兩個加 所以基本上日常就應該不夠了 大家都記住要用防曬打底 但是呢 它有個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粉底是可以抗藍光的 對 它是有這樣的介紹 我不知道作用大不大 可能大家平時對得多電腦 也有少少用的 但是呢 就說因為有這個技術 它令到粉底更加可以抗氧化 沒有那麼容易變暗 可以持續12個小時 那今天就比較想去檢測這件事 看看晚一點一天下來 會不會變得很暗沉 這個我也蠻期待它的效果出現 現在就是下午12點34分 我帶了廚房來喝茶 大家有沒有興趣去看它的點心 我等一下拍一點點給大家看一下 那呢 我先脫了口罩 你看這個唇膏 我沒有補過顏色 由今早10點到現在 近距離讓大家看一下粉底先 看上去就不會油光滿面的 這個位置就脫了少少 之後你看到口罩 其實不算脫得很嚴重 甚至唇膏是完全沒有脫過的 很厲害 因為我戴上初爬的關係 其實我都很多時間在戶外 我都會一直出汗 你看到頭髮已經黏了頸子 所以你看到上面這裡 它也不嚴重 它有點脫了 但不會很斑薄 還是很貼面的 對 大家看看初爬多開心 他們有點心吃啊 初爬是這個來的 是不是 你喜歡嗎 好了 我終於回到家了 現在時間是5點22分 其實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的芒豪花 今天上妝是10點 所以現在就大約過了7個多 未夠8個小時 但應該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持妝程度 我今天因為帶了初爬出去 所以在戶外的時間都比較多 然後今天瘋狂地下雨 所以我的頭是打到完全歪了 之後呢 巨人又試過熱到出汗 然後又噴冷氣 又再出去 一直都戴著口罩 除了吃東西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被涼圍這裡明顯是HIGH 因為我會用手指握一握鼻樑 所以都無可厚非 其他地方都是很輕微 還有唇膏來說 只有很少地方 尖到很少 所以我覺得在防尖艷力 這個範疇來說 是表現不錯的 特別是唇膏 我除了中間吃東西之後補過一次之外 其實我全天都沒有再補過 所以它現在還是很顯色 很大力去握 手也不會沾到 是很好 我覺得唇膏的驚喜 是大過粉底的 然後到粉底了 你會看到現在是有光澤 但不會油光滿面 不會脫得很薄 還是一個完整的妝 所以它的持久力真的很好 在這麼近看 其實你看到鼻翼是有少少油光的 摸下去也有出油的情況 但是臉上是清爽 不會脫的 你看到的燕脂 所有東西都在 然後呢 我覺得有很少少的摺虎紋情況 但不會說摺了整條紋出來就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下巴 其實沒什麼浮粉 但是呢 旁邊的印就脫了很多 如果你說550元 30ml 我覺得現在的專櫃粉底來說 它的價格不算是最進取的 有很多已經開始接近1,000元左右 當然你說開架的價格來說 它當然是貴 但是如果以專櫃來說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那麼久不久買一次 還有你會看到它的光澤 也好 它的表現也好 都是很對得住專櫃粉底 這個category 還有呢 大家可以看到今早10點到現在5點 我的光線當然是有不同的 但是你會看到是沒有暗沉的 對啦 我是沒有打燈的前面 所以呢 我會給它的評價真的幾高分 對啦 那今天這個測試就來到這裡 我好久沒拍過這些影片 如果拍得有什麼不合不合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對啦 我也不太記得那個方法應該是怎樣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subscribe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2條新片 逢是6點13點 紅色日更是12點 對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